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凌岳 大家长大之后有没有再去逛个动物园啊 反正我今天是来的上海的动物园 我就想请人看看对我一些什么动物 所以今天呼应一下 呼应一下穿了一身报文来 就是一会去找豹子合个影 来吧 看看我们的上海动物园 有些什么小动物在里面 看你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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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好可爱 好可爱 我想出那里抱一下 你会咬我们 好可爱 是 所以我再觉得 现在我给你睡了 要是 真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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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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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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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走了好久 今天上海的气温是30多度吧 你们好 10号区到的 10号区 10号区 好 好 好酷 好酷 这一拳 Oh my god 好酷 虽然大象对我来讲是一种家乡情节 因为我是云南人 我从小看过太多大象 亚洲象 然后那时候还是很喜欢大象 哈喽大象 好 好 我们现在吃看赛事 看它会不会够了 哎呀吃葫芦 哎那又是什么 洋葱吗 哦那个花菜 好了今天 扛着30多度的高温 在上海动物园逛了一天 真的感觉消磨人的抑制的时候也很多 但是呢看到一些小动物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治愈 我特别是去看到那个大熊猫 它那长顶路刚才跟我互动的时候 我的天哪 好啦今天就这样 虽然我们还有那个小猴子园没有去 但是有做一个遗憾吧 下次再去 拜拜 走了 走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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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